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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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月底 我去了一趟印尼 回來以後 一直都沒有跟大家參加共修 我覺得我好像不知道我去了多久 可見 有時候在修時上 我們放一天、放兩天、放三天 放下去就不知道放了多久 去參加一次的 到外面去 好像度化一些眾生 事實上大家都說 我們用心去度眾生 事實上是我們過去 本身也在那邊造了一些業 趁有這種因緣 那我們就 隨緣去消一下就業 如果人家問我說 阿師父你還去度眾生喔 我覺得非常慚愧 照業去跟人家道歉都來不及 還說美其名我們去度很多眾生 所以我常常跟自己講說 吃比較壞的啦 不能去做的事情 人家跟那個母子弟弟 你的頭上你很開心 一次出去 就有一次的感受 那 像我們這次要出門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先預告 你這一次出去你要注意喔 大家要出去之前都會講 自己比較認真的喔 我想沒問題 那我們這一次到印尼 是到最後他們才讓我知道了 從第二天第三天開始就有人 上吐下瀉 多少人 三十的人出的有三分之一 那到最後還有一個說 要出去之前 不到十天 他本來要送一百部地藏經 他才說 我送二十部 為什麼呢 他講 可能是我要被除名的一個 那既然我要被除名 我就不用認真了 結果被叫來的時候問他說 你送了多少部地藏經 人家說他送不到四分之一喔 師父你相不相信你 讓那個人去安全嗎 我們在座有很多人就會認為說 要出去哪裡好像都是我在掌控 要誰出去不要讓誰出去 我很冤枉耶 如果是可以的話我不要出去 為什麼我不要把我的心提在我手上 時時時刻刻耶 我怕一堆人 哪一個發生問題好像都是我的責任 事實上不是耶 可是我就要挑起這個 那在他們一個兩個三個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就在想 好可在有一個人要來 補給我來 真的人打斷 也是這樣 為什麼其他那些人都會認為 我穩當過的 甚至有一位真的他很用功 可是到了那裡 他在很多人面前 他肚子痛得已經都沒辦法 酷酷酸啦齁 然後又發燒 拿起來對照 真的出去 人家就跟他說了 其他那些人也是都受到警告 因為相不相信我這一次出氣 我也差一點出糗 可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下婚真的不是算的 很多人都說 喔我法官又要做眾生要做什麼 我不敢有這種想法 大家都說喔師父你很偉大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 我就知道說 我如果想要離苦得樂 讓眾生離苦得樂 那是本分 所以去做 不要講說 喔師父你很想起有什麼 我常常覺得我擔不起這個是真的 那要去的時候就會 不是有旅行社排定喔 哪裡以前發生過多少災害 我們在那個地方 我們應該要去一下 那順便當然那種地方也是 要現在來講就是說 世界級的軍事世界紀錄裡面有 有這個有紀錄的 我從來不會去看這個啦 那去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說 那個是現今在佛教界維持的最好的一個古蹟 是建了一百年喔 一個世紀才建好 它是在七世紀開始建八世紀才完成 而且我回來以後才聽到說這個是 目前金釋世界紀錄裡面 全世界最大的佛寺喔 佛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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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佛羅布杜 那 印尼呢 跟文萊啦 以前的馬來西亞 叫做佛羅州 大的一個佛羅州裡面 現在分成印尼 就是有早挖入的那個地方 它那個 為什麼叫做佛杜 我們說 救人一命 盛造七級佛屠 那佛屠就是 在 他們印度又有 又有一個名字叫 Stupa 就是我們在佛經裡面有講 竹土坡 有這麼一個翻譯喔 其實都是佛塔 那在我們台灣的那個塔 你們想想 什麼人的祖先 死去也去 骨頭腐蝶 找一個塔 對不起 在印度 在其他一些地方 那個真的是共佛的塔 所以我們看 農門佛庫也好 那只是一個佛庫喔 那個塔是很大 那個地基 我看 有我們 只是那個塔 真正用石頭摞起來的地基 有我們這個 極光寺這個 大概是 三倍長 三倍寬 只是那個 那個 有佛塔的那個地基 就有那麼大 那慢慢一層一層縮下 縮上去 我去看了以後是 把所有的石頭 全部都落上去 中間當然有空的地方 讓你可以從中間上去 四邊都有門 裡面沒有什麼功放 可是在外面 那幾層全部都是雕佛像 那 在 印尼這個 是 世界軍事紀錄 是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 而且是在八世紀的時候完成的 它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呢 是 七世紀的時候完成的 欸 我看 它的石頭是這樣疊上去 大大小小慢慢疊 怎麼樣把它疊 疊好來以後 也要計算 可是那個縫很大 它就在那個上面去雕刻 所以如果佛像正好是在中間雕刻的 可能 身上這樣 那到這邊 我就去照的時候去 照那個 頭、臉、身體比較完整的地方 要想找這個也很難 為什麼 有些時代已經 一千三百多年了都風化掉 那個臉上模糊啊 或者是地震的時候 一震開來 那個頭啊 跟身體都分開來 很難看的 我沒有照 可是我還照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要去的時候 他就講到說 在那個佛塔 後來變成他們是回教的時候 有很多以前學佛的人 或者是 其實信他回教去世了以後 都附在那個塔的附近 那他比中國大陸的好是好在那裡 中國大陸的除了時間風化 事實上像龍門石窟那些地方 地震也沒有震壞 就是被紅衛兵 好好的東西敲壞 那印尼也有壞掉的是什麼 頭 我現在我的這個 會客室裡面有公一尊 那是有一位嘉義的福醫師 他很有心他說佛教的這種東西 如果流落在外面 我的能力能夠把他請來 我就把他請來 現在我們有這個道場 他就說他願意把他弄出來 讓我們去什麼 他們那裡的東西 也是像中國大陸的一樣 有佛頭全部沒有的 我到大陸博物館去參觀了一下 那我們到歐洲的時候 我們有到羅夫宮 還有美國很多博物館都有 東方的宗教的東西 其實都是佛的 他沒有辦法弄到全尊 有些只有一半 那因為重量太重 全部都從頭把它敲了拿去 我去看到這些我心裡滿難過耶 可是我看到印尼這個佛塔 我還覺得他們的 除了受那個地震的影響 被人盜去做他們的那個收藏品以外 其實沒有經過風化的 因為沒有像中國大陸有紅衛兵 好好的都把臉敲破 把手敲斷什麼地方都弄得面目全非 只要在下面濃門佛窟的 我看沒有哪一個完整的 只有到印尼還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他沒有受過紅衛兵的洗禮 就是我覺得常常講 真的好感到 要還有這種地方 那他們就跟我們講說 到那個地方 有很多眾生你們看不到要求救 那還有呢 他說那邊火山爆發的時候 在那個火山 印尼的火山太多了 活的死的休眠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那個導遊 他雖然講的國語都是印尼國語 不好意思大家人都聽不懂 不過只有我這樣反應 他說交通不方便的時候都是靠那個雲河 全部都靠雲河 是什麼雲河 他說你們看下面就是雲河 這樣你聽不懂 運河 所以他那種 所以他那種 用他的聲 有幾個人就要定證他 我說不要他定證 你說他定證 他也教他的說 因為他是 中國的爸爸 那我不知道媽媽是什麼 那個外婆她是從 從大陸去的潮州人 還是在那個馬來西亞 他都是寫得非常漂亮 可是那個國語都不能講 但是他是有夠大 我們去他 唯一可能他們說 只能派出一個佛教徒 又是會中文的 是啊 然後他們後來那個巨洋公司 他們說以前也派過一個 我問那個賴小姐 他說也是聽不懂 我問他跟他說 叫他用印尼文 然後他就講到這個 是什麼時候的 你看喔 我們要去的時候 就講 你們在那邊要多留一下 然後 繞塔三閘 而且他好像是七成以上 我忘記是幾成 因為我 顧著就是一直在想眾生 說 你們在這裡很可憐 拿著照相機 請你們大家要對我來去 我要 要敵印尼要超東 你如果可以回到台灣 真的有人馬上就先回台灣來 那有些人就在那裡 好 他們還要上去 我就想 我不要去那裡了 讓你們走到最上層去 我說你們年輕人可以上去 我就在 本來在第二層就全部都有佛雕 那在那裡可以看到那個佛頭 很多被打掉的 我不知道我們團員有沒有注意 我看來心裡滿難過 後來再看看那些 欸 沒有被風化掉的 還有很多 可是有些是 他的石頭 疊法是不太規矩的啦 不是大大小小都疊了 像我們 外面那個 石 那個浮雕是25塊大理石耶 你們看不出來齁 他們那個是沒辦法這樣 好 在那裡已經沒有辦法了 那我 他們居然有一位 總經理呢 就說師父 他們上去 我陪你好了 事實上 他進佛門 也沒有幾個月 在我們這裡 就分享過兩次了 他陪我的時候 我就慢慢 我說最少 我說那個王太昌 我們要在這裡 繞一整圈 繞下來才 可能很完整的 把在四面八方的 我只有在這裡請眾生 我只有這樣跟他講 完了以後呢 他們上去啦 一看時間來不及啊 又要有好幾個地方去 我就想沒得去啦 怎麼去呢 後來他還講說 師父你們要是不閒的話 我們還要去一個地方 是七世紀的 我決定啦 我說那個印度佛寺 我們可以不用去 那也是世界有名的地方喔 好 好 我們才想完 好 那一天啊 那個 晚上 下午呢 我們 第二天 那一天晚上我們完了以後 第二天繼續行程 就是到火山的地方 那個導遊又講 欸 這個信回家的人 那頭腦喔 真的頂酷酷呢 他說在火山爆發的時候 如果住在附近的人 他就跪在那裡 看那個火岩漿怎麼噴 就讓它怎麼噴 噴死了 他認為是 他們的阿拉要把它帶到天上去 那我們要去的時候 就有人告訴我們說 那個 地方死了很多人 那我們進去以後 真的他們團圓去到那個火山噴發口 我是遠遠的 我是看那裡有兩個在冒冤心的那種火山口 我就一直站在那裡 我說 我站在下面 正好可以像我上一次去暈啊 我說 只能站在最下面 下面也有墳 那個國山墓園 下面也有墳 上面也有 我就站在下面 我們就在那裡念經 可以觀想 所有的眾生都可以來 好 那個火山口 我們也去了以後 也是很快就回來 又到一個五彩湖 那裡也是 死傷很多的地方 正好呢 他們旅遊景點 有幾個也都排進去的 可是七世紀的那個佛塔呢 根本就沒有排的 好 我先講我第一天 從那個樓梯下來以後 他們就有人打電話 說 我們要出來啦 我們要出來 我說慢慢來 他們從上面這樣上去 我沒有想到他們都沒有繞 上去以後 所以我說時間不夠了 就筆直就下來 可是我是在第二層 繞那個塔 繞了一整圈 我說 我們從這裡下去 下面正好是出口 正好到下面的時候 就聽到他們說 我們出來啦 我跟那個王先生說 我們不要急啦 他們是上去下來的 如果要走出去 走上啦不要緊 我們絕對 從出口那邊出去就好了 那下來以後 他們是比我慎重 可是我是看著那個方向 我說從這裡出來 應該是走向出口的 後來他們就跟我講 師傅還是你判斷對 然後我到下面 他們就講 有人在哪裡找你們啊 找不到 就進去了 其實他們到了沒有 他們沒到 那我就跟那個王先生說 我們從出口出去 他們怎麼樣都是從進口進來 出口一定出去以後 才帶到那個遊覽車 看他另外開到哪裡 他不敢 他就說 師傅你坐在這裡 我就好 我就會回頭 就向著那個塔 我說 假如我們今天 匆匆忙忙 沒有請到的 我在這裡 我在請你們 然後我遲坐 好 然後我出去 你們坐多久啦 他說沒有啊 上車不到五分鐘啦 我說我在那裡坐啦 十五分鐘 好 那一天晚上就 有人開始出來講話啦 欸 你們好 上去這樣看一看 匆匆忙忙走啦 你們有沒有救我們 我當然把師傅 留在那裡 留久一點點 他可以持續給我們 我就第一個 我就下來一下 那第二天好 我們去了那個火山口 然後又到那個五彩湖去 本來 我常常講 我們這種 不算旅行團 如果出去 希望那個 領隊的人 那個旅行社 告訴那個 對方 旅行社的 領隊的人說 不是我們 不要把這個錢 讓你賺 他一定進去 餐廳他抽一點 哪裡抽一點 不然他薪水很少嘛 我說我們可以 給他多一點錢 我們 想在哪裡 多留久一點點 才可以 不然的話真的是很難 一方面也有人說 師傅不要這樣子啦 讓大家都吃一點熱的東西 好 我們那天跟人家 走過去那個飯店的時候是 早上十點鐘 我們七點多鐘吃飯以後 九點多鐘 要吃點心嗎 說 那個導遊就問我 我們要去啦以後 再回來吃還是現在吃 我說還是去啦以後 大家走一走回來吃嘛 你現在吃了以後 你去走啦回來 好 約人家兩點鐘 慢慢再看 去到那裡都一點多鐘了 怎麼辦 那個路程真的很遠耶 再去繞一繞 兩點多 三點多 回來四點鐘 才去跟人家吃午餐耶 本來早上應該十點吃還是兩點 變成四點多鐘 那是到那個火山灰 還要去看那個五彩湖 那個都是順路的啦 其實不是去看喔 在五彩湖的地方 就我們 那個只有念二十不經的團聯 就已經站在那裡指著不動了 喔 我又緊張了一下 好不容易講完以後他出來 好 那時候,大家在班路上,饅頭啦,第一天下去,粽子大家就很餓啦,吃粽子,然後饅頭啦,自己那個麵包啦,很多東西都吃啦 然後,再說,啊稍等四點跟我一起吃,他們去吃 我,我們這裡帶氣的麵包,我不是不捧場 我都沒有覺得我自己餓嘛,我就讓別人吃,粽子我也讓別人吃 粽子什麼味道我不知道,他們說,福仔仔酥很好吃喔 四十粒只有三十幾個人,到最後不夠分,你們想想看 分給我的那個,我偷偷給那個王先生,我說你帶咧 他第二天早上跟我講,福仔仔你給我,那顆我都吃三顆 那好,第二天到下午四點多鐘吃晚餐的時候,我沒有吃 可是從那時候要去三寶龍,要做多少鐘頭的車,四個鐘頭 對不起那個路前面幾步,重車以後,我們走二十公里二十公里 要四個多鐘頭的變成六個多鐘頭 你不能超車啊,它的柏油路是,只有一小條,兩邊車子過了 你輪子都要在旁邊,你再往旁邊,整個車子一定倒的 所以我一路上慈奏,一路看著那個司機 還好那司機是不毛躁的,絕對不毛躁的 然後到了半路要停車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好,停下去 不然大家又講,晚上跟人家講七點鐘要吃飯的那個餐廳 對不起,等我們,他們所有的人打烊 好話說盡,叫他們的那個大廚跟小弟留下來 他們七點老早人家就煮好了,放三點多鐘 我們十點十分才到達,十點齁,差不多二十分才開始吃那些東西 那個老闆也是太好啦,可是在半路上,對不起 我從要去之前,我就很少吃東西 我下來以後,我第一個去 他說,不要緊,那裡有十八間洗手間 你們三十幾個,兩個人用一間總是夠嘛 我下去了以後,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吃,不知道幾天的東西 就拉出來像什麼,牛糞 像牛糞喔,全部黑黑的 後來到那天晚上,去了以後 那個眾生就忍不住講 你們到那邊啊,也不是很快耶 那我就拉著你們的大師傅 我們在這裡吃進去的泥漿 通通到他身上 你們相信嗎,我拉那麼多 那天晚上,我也沒吃 那個馬醫師我說,我今天不能吃東西 後來我想,那眾生肚子很餓耶 整桌子的東西,我什麼都不吃 我喝水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 那個蘑菇是上等的蘑菇 這個師傅知道我們要來 他做事實,做得好都不得了 完全沒有你們今天我要講的吃回鍋油的這些 可是我那天晚上,那個肚子裡面像油氣一樣爆炸兩三下 沒有拉住東西來,可是那個 因為那個力氣很大 那個東西衝不下去 其實看起來就是泥土喔 他們就講,那個火山漿的泥土全部都在我肚子裡面 那個導遊為什麼他要去的時候 說這裡的人都跪著怕死不走的 給他們用死,怎麼這麼死的呢 你看看 他說死了多少人,人家都會逃難 他們這裡的都不逃的 每一次都是有死很多人 這個也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中間太多我不講 最後那個 我們那一位壓陣的還講 很得意喔 在車上講 你看終於隔關了 明天早上呢 要坐飛機回台灣了 從三點半開始讓他肚子痛拉 他們到五點多鐘跟我講 師傅我不叫你已經不行了 那叫我當然要叫誰?馬醫師啊對不對? 我說我也沒辦法 還好我要去的時候 有請馬醫師帶針去 對不起 那天早上又要很早 不到八點我們要出門 到七點 差不多二十分 他是整個嘴唇都死白 那個臉也死白 他還敢講 我才唸二十部 後來誰唸給我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半夜三點半就折騰他 然後到床上不到兩分鐘 又去蹲馬桶 又吐又拉 馬醫師我說 你竹山梨啊哪裡 趕快跟他追一追 肚子追一追 也不能回來 人家說要他死在那裡 我說你昨天晚上講話 他還講 師傅我昨天講什麼 我說我已經忘記 可是我在昨天就想 你不要太過分你講 今天早上我要跟馬醫師講 真的欸 那個嘴唇都死白 他們說是要讓他死在那裡 然後我想 欸 要死不死 我就想 不要撿這裡是巨洋的管區 如果我們要走 我要趕快叫他們的職業 一個來顧他 不然怎麼辦 後來他真的是 第一趟坐輪椅坐上飛機的 所以你說眾生有嗎 我們不是想說 祖先我們就來拜拜就好了 今天中午很急 為什麼 到了那邊那個 那個心經練的飛快 我的心臟都快要停掉了 為什麼 那個木魚不控制的話 一下子就一個人練快一點點就快了 後來我到站的時候 我才把大家壓下來 說實在不要讓眾生聽不懂 甚至於念著上去不接下去 我們的心臟都不好 絕對不好 那我為什麼在講這個 我回來第二天 盧國英老師就打電話問我說 喔 師父你們印尼回來啦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那個 雲南的時候我們去過國沙墓園 我說記得啊 在那裡我還是講 在那個避寫千秋那個最下面那個 就念經不能到上面 大家都一直要往上 我說不行 現在就念 我記得那一次那個雅寬居士 就當堂 他也是很用功 當堂就是 差不多混在那裡 我們把他撈到旁邊 那那個領隊 在大陸的那個領隊 是一個 天主教徒 他說奇怪 你沒一念經我也不 不懂 為什麼我會 一直掉眼淚 我說 王小姐你要不要這樣 你的長輩還在你 問問看 裡面的人有沒有在 祖先裡面自己的親人 有沒有去顛免 打仗然後死在那個地方 可能也是站在這裡 他後來一問 有耶 所以他是天主教徒喔 到後來他也進去 我們在放蒙山的時候 他從頭跟帶尾 然後那個司機也是喔 他們是 認為佛教是牛鬼蛇神這一類的 所以把佛像都打壞 可是那個司機到最後 還問我說 如果我以後要開車怎麼樣 才會平安 你看看 而且呢 我們後來到那個海邊 他們那個大湖叫做海啦 本來還有一點點陽光喔 我們去畫 畫的時候就 狂風大作 而且那個雨呢 就下下來了 等到把那個灰放完了以後 再回來我就問司機 你看看現在天跟剛才差多少 他們也體會到了 那盧老師就說 他的弟弟黃明玉居士 他是非常有心的喔 在度眾生方面 他很用心 很去注意 他就問說 而且你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那個 國山墓園 他說我跟 這裡齁 軍界的朋友談起來說 人家那個也是打仗齁 很辛苦齁 那在天門公路上 他們很多人犧牲 我們有到那個墓園去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日中列池 問到這個問題 那個軍方的人啊也講 這個我們沒有權利 應該這個是 政府某一個單位去做的 沒有想到他才跟他聊了沒多久 可能那一位朋友也是在軍界也是有要職的人 可能有去談到 結果呢 就是我們去 雲南那段 去印尼這段時間呢 就是政府有說要把 在天門邊境打仗 那些國山墓園的人 真的是給他們在中列池 放一個牌位 甚至於呢 今年9月3號的時候呢 這個馬英九總統呢 親自到那個中列池去上香 也就是很肯定那些人啊 的犧牲 所以這個呢 他就問我說 我們這裡有沒有弄牌位 我說一向有 而且我馬上就請 我們常駐方面說 趕快去再立一個牌位在那裡 那今天那個盧老師就說 他代表去上香 你們看看只要我們心動啦 我們去做啦 就多少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消多少業障 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要講我們印尼行 如果在這裡要去講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可能三次的法會我都沒辦法講完 可是我回來以後我看到一件事情 我心裡滿難過的 就是去年才有那種毒澱粉 很多種毒的事件 然後現在又看到那個 搜油的事件 說實在他們講 這個搜油廠經營了十幾年耶 十三年以上耶 那個簽下來全台灣的人很多人 吃素的人甚至都有吃到 你們不要講沒有 有些人還說 擦倒啊 他用有良心 他用動物油 我回來以後 很多我收集了很多那個 法程師我也告訴他說 我又看到哪個消息 你去收集好了 說實在我也沒有多少時間看 那他們就講這個油來影響 那他們就講這個油來影響 不是你今天吃一個 一個酥餅 明天吃一個太陽餅 後天吃一個肉酥飯 你就全部可以 他累積到幾年以後 現在你看 洗腎的人很多 那個 那個 癌症的人也很多 腎臟病的人是全世界 台灣是全世界洗腎第一的 當時就都吃那種油啦 你說你吃不到嗎 有時候我就講那個 以前 樹丸子啊 現在連那個醉 醉什麼的都淪陷 裡面都有魚漿肉漿 所以那種東西 在我們這裡 有一些人說 師父你沒有吃一點調味 我前天我去那個 台中的時候 把我們這裡的絲瓜 幾條秋葵拿去 他們那個 那個懷石料理啊 他還用到那個 一條秋葵耶 那個一個絲瓜 弄三塊這樣子 價格很貴耶 可是那個 那個師父告訴我 你們拿這個 都是最頂的菜耶 所以我們這個 變成人吃三塊菜 就是一碗 你們吃大大的吃 你們都不知道 那就是 我就把關把得很嚴 我說 我說最少來這裡的人 包括我的青年 經常都要聽到我 牢牢叨叨叨 不要吃黑啦 甚至於我真的 書餅什麼 我說 我們家裡面的人講 師父你不要吃 你不能吃 我們不能吃 對不對 那我就說 你們自己 如果自己 把自己的健康賣掉 那我也沒辦法 最能夠了解的是誰 那個 曾經在一個大公司裡面 去調過東西的 那個 裴蘭上一次也講 我在這裡 公開跟大家講 我們那種商業機密 他說 你不要把師父說 師父就不叫我 誰說的 我知道他今天來 他好像沒出來跟你們說 他如果沒有說 他回去 哪有才我沒有騙 好 裴蘭 那你們怎麼買票去聽演講的 是來這裡都不用買票 好 好 可以 好 對對對 對不起 師父 各位常住 各位蓮友阿彌陀佛 這次又碰到食安事件 因為我想是豬油嘛 所以就沒有注意他 可是一直想說 怎麼一個豬油 一個政府官員 會被罵成這個樣子 後來我就注意一下 因為我也有很比較 知青的親戚朋友 也中了 也中獎了 所以我就發現說 有三個名詞 可能要請蓮友注意一下 一個是他講的劣質油品 劣質油品是指我們回收油 就是我們是在炸雞店炸過的 剩下那些油 叫做劣質油品 收水油 就是噴 就是我們的廚餘 廚餘在經過精煉 煉出來的那個叫收水油 地溝油 地溝油 地溝油就是我們經過夜市 或是有時候他就直接把它倒到水溝裡 所以那個水溝很臭 然後以前在大陸阿 他們會在下面用一個網子 再把那個網子網起來 再提煉那個叫地溝油 因為它地溝油沒有特別的名詞 是他們自己發明的 所以我一直聽到地溝油 我想說是不是翻譯的 台語翻譯 我想說台溝油 台溝油 是不是台溝油 去叫做地溝油 後來查一下說 欸不是欸 真的有人從事這個行業 那所以我們的官員剛開始 他是把他列 認為說這個郭先生有一個 郭先生的廠賣給這個大公司的 這個人他他的廠裡面的油 是裂子油品 是回收人家炸過的油回來的 所以他認為說 對我們的食品 對我們的身體沒有產生很大的作用 因為他的時間只有六個月 而且他添加的比例不多 因為我們食安的燈 他是用那個紅燈 黃燈藍燈綠燈 所以他把它列成綠燈 所以大家就罵 然後因為他五萬塊就交保 然後最終的那個餅店 他去賠了兩三千萬 他們覺得很不合理啊 所以人家才會 記者才會一直抓這個問題 沒想到在追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去抓出來說 他進來 他用了那個香港的 進口的香港的工業油 那可怕了 那工業油裡頭就會有很多那種重金屬 所以我們可以聯想到去年啊 一周刊做了一個調查 所有市面上的泡麵 只要是葷食的泡麵 他拿了很多那種調味包去做試驗 都說有重金屬 可是那時候我們覺得那個重金屬 可能是他的背景值 可能是說他的材料啊 或是他的包裝的一些背景值 現在你從這件事去合理回推 應該很久了 不是現在了 然後 因為這件事 因為他的所有的原油是這樣 所以他現在香港進來的油 他是混到我們的收油啦 他現在是說他的 因為他的上油再更上油 這個郭先生的上油是一個胡先生 胡先生是做收油的 所以他給這個郭先生的油是收油 所以我們現在定義 他是一個收水油的回收事件 那他在這個回收裡頭 他有一個判斷的 判斷的一個標準 就是用他的酸價 酸價就是指說 我們一克的脂肪裡頭 我們要用多少的那個 減去滴定 那一般正常我們油炸的油裡頭 如果我們 酸價用到兩個毫升的話 這個油就要換掉了 但是 這個酸價是 在精煉過程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我們油進了大腸裡頭以後 他一定會精煉 我們不可能買到原來存進來的油 因為精煉以後他可以無色無臭 所以他會精煉這樣子的油 所以我們在買油的好壞的時候 沒有最好的油 就是兩三種你喜歡的你自己要混著換 因為不是說我這個酸價很好 這個油就很好 因為那個是在精煉過程當中 他是可以去 要達到我們要 政府要把關的那個位置的 所以他這一次他精煉以後 說有檢查都沒問題啊 所以這個 所以才會有引申後來 大家對政府不信任的問題 就在這個地方 那一般來講我們從油品來看的話 他油品大概要從他的顏色 顏色的話如果說 要比較白一點 如果他太黃的話 那個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然後還有聞他的味道 如果你重複使用過的話 會比較有那個臭油的味 然後再來看他的黏著 如果說我們一般來講是不會黏手啦 就是抹一抹 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那你如果就好像 我們有時候炒菜炒一炒 炒了以後在瓦斯爐上 你去摸那個油很會沾黏的話 那表示這個油已經是壞掉了 就已經是 就已經氧化過多了 那吃了這個油會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如果說我們的油經過比較多 去高溫的話 它會產生一些油離酸出來 然後油離酸出來的話 它這個油 它的油它的酸價就會變高 然後一個高溫一個氧化 氧化會產生一些自由基會致癌 所以雖然政府說 如果我們確定它真的是 目前是不是這樣啦 如果確定是只有回收油的話 至少它還會讓我們身體有發炎反應 我們會有累積的一些癌症的一些 因素的反應這樣子 但是 這一些 對身體有什麼禍害不是那些學者講的沒有害 因為那個是需要醫界來做長期的觀察 累積統計出來的 因為好像有教授說 一天一滴無害也被罵 可是我們蔥油餅 一塊蔥油餅 一塊蔥油餅大概有17克的油 那一克的油是20滴 所以一塊蔥油餅是四五百滴 那四五百滴的油你吃的會沒害嗎 你一天只有吃蔥油餅嗎 以前我剛吃素的時候也覺得蔥油餅可以吃 後來因為師傅常常說 就是那些東西都要不要讓自己有空間 我想說沒關係 剛開始吃一點蔥好了 後來聽師傅的話就說那些都不要碰好了 我才覺得說這樣子也有躲過 那如果有吃蛋的 有些人他吃素他吃蛋 他會去吃蛋餅 然後蛋餅也是用了很多油 那這次也會中獎這樣子 那很難講說一個 就像我們早上如果有吃那個吐司的人 會有那個小的奶油一盒一盒的有見過 那一盒大概是10克的奶油 那你們這樣去推說蔥油餅裡頭有多少油 如果那些油都是不對的油的話 然後他這一次抓到的廠 大部分都是原料廠 還有乳馬林也是用那個毒油去做的 乳馬林是毒油去還原的 我昨天看到了 乳馬林大家都說那是植物油其實不是 他是有的名稱他叫人造豬油 然後這次他中獎的大概都是大廠原料廠 那原料廠的可怕是在說 如果我今天做原料 我的原料是肉鬆的話 我可能我是賣到麵包店 我賣到早餐店 我賣到飯糰裡頭 但是他現在他抓出來 就是說這一家在做肉鬆 他沒有告訴我們 我們下游有多少東西 所以這個 然後 那個餅店 都有到啊 那個台北的那個叫什麼名字 黎稽啊 還有台中太陽堂的也都有啊 全部都有 還有高雄無稽的 那個都是很有名的 其實都有毒油 對他現在他這一次是泛濫的非常非常嚴重 因為他能抓到的只能抓到原料廠 因為他從發票去追 那有的有的有的追 他不敢追了 因為我自己 我很清楚他的範圍到什麼地方 但是我不能講太多 很可怕很可怕 這一次因為他不敢報了 一家小吃店如果比較有名的大概都中了 因為他的那個油倉書啊 他油倉書撈起來 那個油倉書如果用的那個油炸 然後放在麵裡頭 放在切仔麵裡面就很好吃啊 豬油拌飯什麼拌飯都很好吃啊 但是這樣子他的這個回收油 就是我們講的這一次的這個收水油 他有個特性 他的飽和脂肪酸會很高 所以他通常回收以後 他大部分是會用在液態的豬油上面 比較不可能用在植物油上 因為植物油是比較不穩定 很少人願意拿植物油出來做 做大量的高溫的烘焙 所以一般如果你要用植物油的話 他會把它氫化變成氫化油 就是我們講的反噬脂肪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反噬脂肪也不好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反噬脂肪他給他改變他的結構以後 然後他耐炸 耐炸以後你就不知道說 你他的酸價到多少這樣子 那所以這一次的油 比較要注意的是說 是不是有流落到市面上的一些醬包 小醬包 像那種如果醬包他要比他香的話 油包外面在買的什麼黑胡椒醬 什麼醬什麼醬那一些蘑菇醬 什麼醬會用到 因為那個大廠也種了 所以只要一家有種 我想我們都有機會種這樣子 但是還好跟著師父 因為如果說這個是因果的話 要在這個因果裡頭 從這個漩渦裡頭出來 只有改變 改變自己的隱私 如果改變沒有做到 你只是想說 師父說不吃素我就不吃素 那我一定會沾到蔥油餅 我一定會沾到蛋餅 因為那是我給我自己的空間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跟大家分享 培蘭來學佛 時間也不是很長 可是因為他的專業 他馬上就能夠轉變感受很深 我可以跟你們講到這種事情 不是我出家以後 很奇怪我從以前 我在台中 上班的時候 要回來總是覺得 台中有很多名產耶 尤其在那個時候 五十多年前 太陽餅就很流行 那時候只有那一家太陽堂 每一個到台中的人都要去買太陽餅 我的口袋 說起來都打一十四個間 不太喜歡去買東西的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不知道 什麼東西要去哪裡買 甚至於說買兩顆電池 我也知道我會跟弟弟說 我現在有需要用電池 你幫我搭買 他說我也不知道在哪裡買 我們家的人都有這個 那不是他不願意花錢 也不是我不願意花錢 我有很多事情 我能夠盡量不用就不用 你看 那個電池你隨便一丟也是造成毒素 也是造成毒害 所以 可以盡量不用電池的時候 我也盡量不要用 不要認為我丟了 我丟在台中嘛 我回家一吃飯 大概不會撞到這些 那我就去那個太陽堂的時候 我就去說 你們這個餅乾燥是嗎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那個外面那個皮酥的 一定要用很多油 像現在 講一個蔥油餅就好了 那你們吃的大甲酥餅 你們吃的那個老婆餅 那個都要用很多油 那好 我問他 他說 這燥這個啊 這沒有嗎 可是有一個小姐 他就 偷偷的把我拉到旁邊去說 師傅 你要是真正給吃素的人吃 你不要來買我們的東西 那時候他就跟我講 那豆生 豆生啊 一定要用醬油下去炒 炒起來才會香 但是那時候大家 經濟上沒那麼好 大概也沒有什麼回收油可以收 他們都一定要自己去 裝醬油 裝醬油自己來用 所以 如果是吃粉的人 他吃起來會很香 那個小姐就跟我講 包括皮 包括我們有豆生餅 你們都不能吃 所以我為什麼 從以前人家 洗餅什麼餅拿來 我都會 去考慮到 有時候人家說 師傅人家就很 很好的 你就沒有你吃一塊 來吃看什麼味 所以這些東西 我是絕不碰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家裡面的人 他們講 人家講是素的 甚至上面想素食可吃啊 那最近我們不是查到那個 那個素丸子裡面 也有用魚漿肉漿 以前的那個素哈姆 二十幾年前 我在能人師的時候 有些人說 好難得吃素 有這種東西 我就講 不能吃 我們家裡面的人 出去也不能買 後來知道 那上面都是有牛肉汁 有牛肉汁 那好啦 我就被毒害的機會很少 可是你看看 如果大家去買那個 泡麵 那裡面的油包 這次都中啊 如果分的 素的你 你怕他沒有用那種油嗎 我不太敢相信耶 如果是油的話 也是很不好 飛機上的那種乳馬林 我覺得不用 甚至於呢 我還不知道那個麵包 要用很多油 我可以多一點點時間 大家如果能夠聽到 多一點點的話 回去自己做菜 就少那個 還有說 那一家的麵包 很好吃 你看看那麵包 你摸起來沒有油 有些還加故意 加奶油 甚至於加起司塊 就還拿來說 是不是這個加很多起司 我說齁 你如果要給我吃 我那些起司還要窩掉 你不要用那個 所以後來 我們這裡做的就不要 那用橄欖油 可是 有一次人家拿去給台中那個醫師 那個劉醫師說 這馬口的還是什麼的 很好吃的麵包喔 他說你不要拿麵包來給我吃 很有名耶 而且是 都是 比較粗的那種 就像我們用側臂 那個麵包也是 都是用那個麵粉 不是白麵粉去做的那個 他就說 你不要吃麵包啦 你的腸胃不好 就是你吃麵包 怎麼會腸胃不好吃麵包 他說你不相信 回去你用杯子 你 你把它黏一塊麵包下去 稍等是不是 上面撲很多油 這是我們都不知道的事情喔 齁 那是從那一次才知道 然後呢 好 我們 因為那個佳音齁 上一次為了 某一個姻緣 他就說 我們買一個烤箱 為了要讓人家吃素的齁 那那個 台北來的李小姐說 那個要現烤才好吃 他為這個他去買一個 後來我們家裡面的人又講齁 那我們 我們既然有這個烤箱 我們再去買一個柔麵機 這都是花錢耶 如果 那電動的東西 你不用 幾萬塊幾萬塊 就都會花掉耶 好 就請他們來做 那台北那個滿庭方那個呢 因為幾年前我們一講 他從 有肉負的麵包上面 他就不做啦 他就做素的 來我們這裡做的時候 他們講 那師傅啊 很多規定啦 什麼什麼 他的麵包在哪裡學的 我們家藝人最愛吃的 新台灣 我記得我剛在電台的時候 他們每一年的那個 中秋月餅的廣告 他不要別人講他要指定我 我沒有用固定的稿子 中秋要搞啊 你們以前我吃到什麼餅 現在還有什麼餅 大家都去買 他是在我們家裡很好的一家 然後 我現在不知道人家的品質 我不是在評鑑這個是說 他在嘉義是在像這一家學 然後到台北去做的 他說 哇 要把極光寺做麵包 不好做耶 他說 我已經用 本來三湯匙的油 還是三杯的油來做 現在都剩一杯而已 剩一杯你看三分之一 他說這麵包要怎麼做起來 好 我們這裡就那個 允賢呢 他也很有心 慢慢去弄到現在 就是都沒有這個東西 而且 而且 像 有一些東西都不要有 發酵的酵母粉 乳化劑 這些東西 我才知道 哇 真正有那麵包 要用那些油 他們現在在用 我就問問那些 來買的人 啊不要做比較多的啦 秒殺呢 我如果比較慢去就沒有 我說這不是做來 你營業的 那是大家 那個機器 不要給它去 他們也是用心來賣 那個齁 真的如果以 我們弄的那些東西的本錢 不夠分啦 只是都是顧人有的 我因為 人家買老婆餅 我也不吃 買什麽我都不吃 尤其是酥餅那一類 你再用感染油 再好的感染油 只要你去烤過 那個溫度超過多少 都是 都是已經變成反式之法 我在講 會做的人 為什麽不要去改變 不要做這種東西 還會想 我的油已經很少 我是用好油 其實烤過都不行啦 腸胃 對腸胃都不能接受 那 後來呢 那個台北 那個 信定師就說 是說啊 你都沒有東西 你吃醬膏 你也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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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到一項 你可以吃的 烈豆膏 他說 全部都是用感染油做的啊 請問人的烈豆粉 蒸蒸蒸 蒸蒸 你自己覺得 會變形 不可能 他還是要有很多油 很多油 那我就想 那個 台中的劉醫師他很照顧我嘛 我去了以後 其他的人他都會拿錢啊 他不要拿我的錢 我就說 劉醫師 我送你吃烈豆膏 是你剛才吃幾塊 我說 吃兩塊 他說啊 你開了啦 為什麼 綠豆膏裡面 全部都要用油 各位 你說你沒吃油嗎 那我吃了以後 當中去浸 體脂肪馬上就會增加 所以去年啊 我們那個 有一位聯友 買了 八月初一 他就買了十盒 正好我不知道 我也沒知道他拿來 我說 大家不能拿月餅來 那月餅不行 那 我有害幾個啦 那個 許昆森 Jeffrey他們幾個 他來做事情啊 而且他們願意改吃素 我就覺得說 你如果去吃肉 吃那麼多 吃這個月餅 已經糟了很多了 可是那段時間 他們已經真的跟我們吃的 都已經很差不多 齁 那然後他們 我們就說 來來來 這次來檢查 你的體脂肪多少多少 對不起 請他們吃 每天啊 我請他們吃一塊而已喔 他們啊 那一個星期 每一個人多了兩歲 那我就用這個講啦 去年齁 我們這裡的月餅也沒差效 今年還是有人買來 好幾盒啦 我前幾天就說 我知道這個是用蔬菜的油做的 我說你們要不要中毒 我要請人家 我就問他要不要中毒 他說 不要啦 我說不要緊啦 你中四分之一 不然我們這月餅又要拿去丟掉呢 那今天早上 我快要出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法權師就問我師傅 那月餅沒有人 現在都沒有人要吃呢 尤其是現在收油事件 對了齁 他說啊 我們 我們 近年還有幾個月餅 我說啊 我早上已經 我已經三人吃四塊 四的人吃一塊 這樣吃四塊了 齁 他們都說喔好香 齁 齁 我長著的人 我都跟他聲明說 你要中毒 我說齁 不中四分之一就好了齁 齁 所以 能夠的話 在自己家裡吃東西 過年過節 不要去過啦 有時候 你看過年過節齁 齁 他們就說今年齁 聽我囉嗦齁 真的很對不起啦 不過因為這樣 有些人舉手說 好教授 好你教授 齁 要知道都太慢了齁 那 好 因為今天齁 他們那個地藏經也念得很快 還有呢 那個齁 齁 其實那邊連那個心經也念得非常快齁 所以 才十一點 差不多十分就已經圓滿 普通都要十一點半齁 連念那個地藏經 那 你看我還可以講這麼多的話 可能他們就是說今天師傅一定要講這些齁 快一點點來聽比較好 齁 可是你們自己在家裡念經也好 在這裡也好 我們寧可念慢一點 眾生他能夠跟得上 能夠觀想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齁 齁 如果我要講去到外面超度的時候 或者什麼 沒有觀想 有某一些事情 甚至有很多人說 我今天來這裡 我們想就說 我什麼人對我來聽經而已 今天就來找師傅 這個是女士不爽 不是我要試 是大家 講出來的這幾年來 我的經驗是這樣 少吃那些油 那個有吃很多油跟吃很少油的 我們可以來比較 我們坐在上面還有我一位 我叫他舅舅的齁 其實小的時候我就覺得 他差我沒幾歲 然後我那個舅媽呢 他是在我們鄰居跟我們長大的 他差我不到兩三歲 兩三年前來他們身體就不太好 事實上他們對營養 我相信他們是知識分子 對這個吃的方面也蠻講究 絕對不想去吃那個不健康的 可是我這個 沒什麼要吃油 沒什麼要吃鹽的人 年齡跟他比起來 很多人都說 我這個人吃的不夠營養 大家都問說 師父你怎麼有夠營養 看你出來也吃一點 我說我沒來逼啊 我為了去跟你們坐 你們都車輪站 我精神要這麼好 事實上我覺得 跟飲食也非常有關 非常有關 我們家族也有那種 會有高血壓 我們心血管都比較細 可是如果飲食比較注意一點 絕對不會像很多人 不然的話我如果照我以前 我在30歲那一年 我就已經覺得 我的身體很不妙 那時候我也沒有去開刀 我到60歲的時候才去 才去開著刀 人家講開了刀 還是一定要開刀 那一定是有吃很多油 因為我們佛教界的一位大師 他現在已經不能走路 他都有10歲當然是 可是呢就是十幾二十年前 他的心臟不好 身體不好 現在做倫理 那眼睛也比較已經看不到 那我就自己常常講 吃比較壞 因為吃比較壞 奇怪他們覺得說 很不可思議耶 那個塔那麼高跟你上去 那個塔有些階層是這樣的 對老人真的是很傷 你要下來的時候 那個腳要支撐你的 那個膝蓋頭真的很差 我下來還是能走 不會說下來 不然你要站著 可見啊 少吃一些油 少吃一些那個緣分 當然也要補充一點緣分 不能有些人都像我這樣 那我的精神狀態 很多人醫生來把我的賣都講 奇怪這個人怎麼會有那麼多人跟人說話 對齁 那是我從我以前在經社 那個醫生都會嚇一跳的人 我不知道怕死多少醫生 不過在他們心臟都很好 包括我們這裡的中醫 西醫都會讓我嚇到 可是嚇久了以後就習慣了 還是少吃一點 我是覺得大家少吃一點那種不應該吃的 應該可以保我們的健康 好 廢話太多了 阿彌陀佛 希望大家的健康長壽 阿彌陀佛